现在美国才对TikTok等等的中国公司开刀 而今天的华语事业通 要带您看见华府要打压的下一个目标 就是它 大江无人机 他们才在前几天推出mini 4K无人机 又在美国纽约开了第一间概念店 这对于喜欢大江的消费者来说 是一个好消息 但是在部分华府官员眼里 他们看见中国共产党亲门踏户 国家安全受到威胁 这可不是空穴来风 美国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就提出了 反制中共无人机法案 内容你可以看到很清楚地写下 他们要求大江无人机列入美国FCC 也就是联邦通讯委员会的清单 不少共和党或者是民主党人 都举双手赞成支持这个提案 他们觉得大江对美国的国安构成威胁 众议院可能在未来一到两个月投票 之后到参院成功闯关的几率也很高 毕竟类似的提议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早在2020年美国政府就把大江列入实体清单 禁止美国企业输出技术给大江 而五角大厦您可以看到 也不准使用甚至购买大江的产品 维吾尔这个人权计划更发布最先的报告 他们指控大江参与大规模侵害人权的行为 涉嫌监视新疆维吾尔 哈萨克吉尔吉斯等等族群 面对指控大江您可以想象 他们是否认到底 而大江的客户也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死忠 美国之音在纽约采访大江的客户 当时来自巴西的客户就说 尽管听到这个侵害人权的相关指控 但是这个消息完全不会改变 他使用大江的产品 其实以现实状况来说 大江在无人际的市场 确实颇受到爱戴的 而且站得非常非常的稳 获得数一数二的地位 你可以看到无论是从任何机构所发布的数据 都可清楚地显示 大江在民用商用无人机 基本上都是龙头 虽说大江不是中国的国有企业 但是美方就担心说 中国政府会把手伸进大江里面 利用无人机的漏洞 获取美国人甚至是国家机密 那么美国国防部也指控 大江其实是军民融合的企业 支持中国解放军现代化的目标 所以说他们想要把大江挡下来 但是大江他们也很努力 在游说美国的政坛 而且还找来这位 美国的前司法部长林奇 他写信敦促国防部 赶快把大江从中国军工企业名单中移除 因为美国各方的利益人士都在使用 而且非常依赖大江的产品 所以说您可以想象 出动这么大咖 背后应该给了不少钱吧 根据两家的机构所掌握到的资料 大江无论是去年还是今年 花钱游说的钱还蛮多的 今年还没有过一半 您可以看到已经花了多少钱 31万美元 大概是100多万台币 而去年则是砸下了5000多万台币 跟议员们见面 那么有趣的是 大江还资助这个网站公司 叫做无人倡议联盟 说是要提高美国人 对于反中共无人机法案的认识 然而砸这么多钱 有没有效呢 在美中大打科技战下 可能徒劳无功 也可能会成为像一个TikTok 或者华为 美国政府防堵中国潜在威胁动作不断 日前针对社群平台TikTok 封杀的大动作还不够 现在又有消息传出 正在考虑禁用中国无人机公司 大江创新所生产的无人机 以及航拍器材产品 美国中医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 在三月时要求将大江无人机 列入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的禁用清单 认为它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其实美国政府的忧虑也是有原因的 因为大江的无人机在美国受欢迎的程度 跟TikTok有得比 大江的无人机在美国商用无人机市场 占了大约90% 可说是非常普遍 其实这间大江无人机公司 它的崛起还有赖于一位美国人的推波助澜 当初在一场大会上 大江的创办人汪涛 结识了来自美国 当时正在经营航拍公司的奎恩 两人一拍几合 有了汪涛的技术支持 再加上奎恩的沟通能力 迅速打入北美市场 后来汪涛跟上遍各大刊物和电视节目 为大江打下全球知名度 还跟国际级运动摄影品牌GoPro合作 建立了响亮名声 不过为大江打下大片江山的两人 后来却因为分杖问题而闹得不欢而散 最终两人拆伙分道扬镳 不过大江在北美的发展还是相当顺利 不过现在美国政府准备有所动作 大江在美国市场的发展 恐怕会受到大大阻碍 环玉星文章和军运继续报道 就在美国可能对大江出手的同时 欧盟则是考虑对国际版的 抖音TikTok动手 就在欧洲议会选举脚步 越来越近的时刻 欧盟支援会主席范德莱恩 最近说了这么一句话 他说不排除要设法美国 在欧盟全面禁止TikTok 你要知道TikTok在欧盟 有多少的用户呢 有高达1.42亿 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年轻人 所以说如果真的把它禁了 影响力可以想象 真的是非常的大 那么为什么欧盟要盯上TikTok 欧洲议会的议长 给出了最新答案是 他不希望年轻人 从政治宣传 或者是假消息 获得资讯 所以他们才要动手处理 然而身为欧盟成员国的 克罗埃西亚总统 则是说出这一句话 他觉得说不该全面禁止TikTok 他说TikTok对他来说 是毫无意义 但是孩子如果想要使用的话 应该可以自由地玩TikTok 所以要不要禁 该不该禁 其实已经吵了好长一段时间 就在今年2月 欧盟针对TikTok 启动了第一次的调查 评估说保护未成年人 广告透明度 或者是防止成员等等这些数据 是否违反了世卫服务法 就在上个月又倒查第二次 这次主要是要厘清 已经在法国 还有西班牙上市的 新版的TikTok Lite 里面有一个任务与报酬方案 简单来说就是说用户 如果您观看特定的影片 可以拿到点数 来换取礼券等等的报酬 比如说观看影片还可以赚钱 那么欧盟就觉得 这可能会成瘾 对于小孩用户 是构成一度程度的风险 所以他们要求TikTok 要提交报告说明清楚 而拖了好多天的TikTok 终于表明说 他们愿意暂停奖励功能 然而这个做法 可能会让欧盟稍微松手吗 我们就罗列这几个国家 像是比利时 像是丹麦 像是法国等等欧洲国家 都禁止政府机关 使用或者安装TikTok 那么未来 有没有可能会扩大 连一般民众都不准玩 继续是我们的分析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 4月签署法案 限期TikTok在9个月内 与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分拆 否则就要全面封杀 拜登政府质疑 TikTok暗中将用户资料 回传北京 可能形成国安风险 不关于制作用 而不关注公司制服务 而中国的关注 希望美国国家的安全 以及美国民主注 保护得更新的安全 内容 路透社最新做的民调 就显示 美国有58%的民众认为 中国正在利用TikTok 影响美国社会舆论 还有半数民众支持 直接尽用TikTok 另外则有46%的受访者赞同 中国在利用TikTok 監控美国人的日常生活 不知美国下重手施压TikTok 现在连欧洲也有意跟进 欧盟主委会主席范德赖恩 最近参与欧洲议会选举辩论 这被问及如果顺利连任 欧盟是否也考虑禁止TikTok 而范德赖恩这么回答 TikTok在美国的营运已经岌岌可危 现在有可能在欧陆市场大梯铁板 虽然字节跳动执行长周寿芝表示 绝对会反击到底 但如果欧美国家的态度坚持不放软 字节跳动最后恐怕会真的走上 出售TikTok海外业务的命运 华语新闻黄玉军综合报导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